好,那么现在,现在的情况,这个程式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这边限制了五个 所以它最多只能有五个积木,对不对 所以五个那个英文单字 所以今天老师如果加了第六个单字 那这个第六个单字永远不会被念到 那除非说你这边改成六 对不对,才会念到第六,有机会念到第六个 那这样问题就来了 老师,我今天不想只念五个 这一颗单字比较多,这一颗单字有十八个 那怎么办 老师,你来改这个啊 屁耶,老师会改程式吗 很难,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可以自动的话 我们去找找看在清单的积木里面 这里有一个清单的长度,有没有 这一个指的就是这个清单的长度 所以我今天如果老师打了十个 这一个就是十 所以我只要把它放进来这里 电脑在挑乱数的时候 它自动会去侦测这个表有多长 它就会让电脑自动自动跑 所以我今天如果再继续加 boss 老板 boss 老板 对啊,就是大魔王 boss 就是大魔王 好,然后就继续加 不管你加几个,他应该都可以自己跳 你就可以这样一直加 那我目前加了七个 所以等一下你在跑的时候 他有可能跑到七 现在是第五个 然后下一次 他有没有跳 重来 有啦,有跳啦 现在跳到一了,对不对? 看你一下 六秒,那么久吗? 好 afternoon afternoon 现在跳三号 August 现在还是跳三号 afternoon 跳回一号 Ottom 跳到四号 你看哈,有没有跳到七号了,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自动侦测你的 这个单字表的长度总共有多少 然后自动去乱跳 那所以如果你程式写成这样 那老师今天 老师,你就跟老师说 老师,你都不用动程式 不懂,没关系 你要几个单字 你就在这边加单字表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吗? 好,来麻烦你喔 好,来麻烦你喔 好,来麻烦你喔